我們今天主要會延伸上次的就是那個MQTT 但是這次我們就可以把它拿來用在 環控的這種儀表板上面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現在不管你用Arduino的 或者是Webduino都沒有關係 你取得了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上次MQTT是比較單純就是在不同的Webduino 開發板之間做傳遞 那今天的話你用手機能不能接收嗎?當然可以 所以我們今天 有請大家可以 在路上 剪 看看有沒有Enjoy的手機 iPhone比較難剪到 Enjoy可能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沒有當然老師也可以考慮用模擬器 像我今天早上稍微看一下 剛好有個那個 網路上最近Facebook 有一個叫易師傅 他有開一個這個MQTT 的一些應用的 社群 他也 介紹很多 那今天早上他剛好介紹 夜神模擬器 或者 網路上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對岸的 你看你要哪一個 如果說你剛好手邊沒有Enjoy的手機 你也可以用模擬器去模擬 都OK 那麼我們往下看一下今天當然 我們 要用這個 Enjoy App之前呢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元件 跟老師介紹一下 好 那前面 這幾張簡報會跟之前的雷同 因為我們要用到 QTT 如果 現在我們所用的Smart 開發版來講 那大家呢必須要使用 就是所謂的雲端平台 好就是這個雲端平台 在簡報的第3頁 所以如果老師呢 您還沒有註冊過 您可以先到 簡報第3頁這裡 把它打開 然後登錄一下您的帳號 因為WebDiorno的這個雲端平台 甚至它裡面 功能最完整的 跟我們之前有用過模擬器啦 還有就是體驗版 比較不一樣 那 這裡我們上次有提過他可以做所謂的裝置的管理 所以如果老師呢 您的裝置比較多 那我想要一次就一起升級 這些 開發版的韌體 然後我們從這邊比較快 第二個呢 當然最主要就是它的程式積木 好那它的程式積木呢 使用的方式跟我們 之前在模擬器體驗版不一樣 因為那兩個不用登錄 所以進去了就馬上用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會有第一個 就是您的專案數量的限制 標準的應該都是20個 好然後呢 右左邊這個 就是 我們 現在有一個 雲端部署的 免費專案可以用 也就是說呢 如果您想要持續偵測 因為Webdino的基本上 如果您把游覽器關掉 它就不行了 那所以 這個方式呢 就有點類似 老師用Arduino Arduino反正我插電之後 它會做該做的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 我想要 讓 Webdino的開發檔 能夠自動執行 自動去偵測 那你這邊完全不需要開任何設備的話 你就 使用這個雲端部署 那目前它 可以用的時間 免費的就是6個小時 就是6個小時 那如果你要超過的就是付費 我記得100塊是三個專案 一個月 所以這個老師可以自己看需求 那 另外一個他使用的方式不一樣就是他必須要先 建立專案名稱 建立專案名稱之後 比如說我們今天的日期 建立了之後他才會進到我們 之前一樣的blocking 那麼 另外一個特點是你只要有改變了 在這邊 專案會跟Google文件一樣自動儲存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 就是雲端平台 主要跟 那個一般體驗版功能系不一樣的地方 當然資源的元件也會更多 OK 所以這個 因為有兩位老師之前 可能 沒有 特別用過 體驗版的話 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下面這邊還是有 就是一些說明 那如果你想對於雲端部署 再更了解一點的 你可以看我簡報的第8頁那裡 第8頁那裡有我之前寫的文章 那 待會老師手邊會拿到我們的開發版 來吧 時候